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个频道 今天我们来闲聊Busat Malaysia这家公司 在2002年7月29号的时候 丰隆投行就给出了5令吉65仙的目标价 给予Busat Malaysia这家公司 而且是给出卖出的评级的 大马交易所报告 Busat Malaysia第一季度2002年的PATAMI 为1.27亿令吉 同年少了39% 但是却占投行全年预测的51% 虽然结果是一致的 但是看似黯淡的ADV的前景 源自于美国经济衰退蔓延的担忧 和早期GE15的可能性降低 促使用这家投行降低他们整体的ADV的假设 因此他们也把他2022、2023还有2024 整体的财政年的收益 下调9%、6%跟9% 随着ADV的增发 大马交易所Busat Malaysia 7月份的M divided by ADV的比率 已经飙升至高于平均水平的3.2% 10年的高位 简而言之 虽然ADV受到打击 但是股份并未充分的修正以反映这一点 所以呢 轰流这家投行呢 把买入评级下调至 并且把目标价下调至5.65令吉 这是以20倍的P Ratio 以2022财政年的一个预测来做出的一个结论 Busat Malaysia的第二季度 之后呢 它的收入也是下降了7.9% 但因为延伸品呢 小幅上涨了4.6% 但每核涨了8.8% 而其他则是持平了 虽然是下跌了0.1% 算是持平的 尽管营运支出呢 略有下降了2.5% 但是成本收入PCIR呢 从原先的44.8% 上升是47.6% 导致整体的profit呢 是下降了12.5%的 从6月份2022年开始呢 Busat Malaysia月度的ADV呢 是一直呈现下降的趋势的 因为美联储积极收紧货币政策呢 引发的外部困境 也引发了美国经济衰退的担忧 并且蔓延到世界的各个地区 因此呢 投资者非常观望的态度 令人担忧的是呢 7月份呢 的ADV仅为13.1% 环比是大幅减少了31% 是近10年来 就从12月份呢 开始算起来呢 是最低的月度表现 尽管呢 投行后呢 陈设想第二季度 2022年早期的GE15 为ADV提供紧急的缓行 但是有建议最近的政治新闻流 这种可能似乎正在减少着 而且布萨马来西亚的管理层呢 也意识到ADV的环境低迷 并确保呢 将谨慎管理他们的成本 轰流投行呢 是把布萨马来西亚这家公司呢 下调至卖出的 平级目标价5.65 除了盈利的下调呢 他们还把市盈率呢 的目标从原先的25.5倍的P 下调至20倍的P 这是以5年均值来计算的 所以呢 把目标价从原先的 下调至5.65令吉 随着ADV的增发 马股交易所7月份的 MC Divider by ADV比率 已经飙升至高于 平均水平的3.2SD 是过去10年来最高的水平 简单而言之 虽然ADV受到打击 但是布萨马来西亚这家公司的 股价还没有修正反映这一点 所以呢 红标本觉得呢 给出了一个卖出的评级 最近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 布萨马来西亚的交流量 是非常的比较低迷的 所以呢 以这样的推算的话呢 布萨马来西亚呢 股价很有可能呢 或是性的 可能崩跌 或者是慢慢的修正 但这只是个人建议 并没有任何的买卖建议 如果你喜欢我们这样的介绍的话 请按赞订阅分享频道 谢谢大家收看 祝大家个美好的一天